大家好,我是隊長VL 今天我們會再一次在菠蘿巴出發 今天會和BT行大城石間 下了82號小巴之後 我們會在車尾方向沿著樓梯 上菠蘿巴自然教育徑 沿著菠蘿巴自然教育徑 穿出去臨路大概1.8公里 就會去到大城石間的入口位置 我們靠左沿著廁所旁邊的城門臨經 進入大城石間 會移入下面鬧鬧些少 大概走1.8公里的距離之後 我們會見到六號休憩處的一個洗手間 在洗手間旁邊又有條小山徑進去這個山間 好,這麼快,落間位置 早上也叫我落下雨 小小的也是雨 少少 好,這裡我們今天的終點 是打算去到 肥魯蜜 即是南旁套的位置 3公里左右 我們進到這條間位大概是 3點未夠 14點 五十幾分 起步時間今天 在波羅伯算起來 2點半 左右 1公里1公里 對 所以五點半去到 已經很開心 一般人會多數選擇 在城門水塘的石橋附近位置 開始入間 那個位置我覺得比較浪厚 自從我知道 在湖陽山古道一條小山徑 可以穿出石間 我就選一條小山徑入間 在石橋入間 和小山徑入間的距離 大概差了300米左右的山間路程 大城石間的上游大北嶺風景 相亦都不論識三幾百米的距離 寧願選一條好行的路入山間 一路拍著這條這麼美的大城石間 又說說我們今天條路線會怎樣走法 波羅伯出發大埔造終點 全程12公里 頭2公里就會由波羅伯去到山間入口位置 山間的主彩 再走2公里左右 之後在藍房土 即肥老蠻的位置 落去圓礦坳 3公里 最後由圓礦坳 落去大埔 5公里 全程12公里 走石間相對一般的行山路線 會花費更多體力 消耗更多時間 絕對不可用平時行山的時間 作為一個參考的依據 我會建議如果平時沒有行山間的朋友 在早上出發就會比較好些少 戒備足夠的涼水和食物 走到累的時間 就在這麼美的環境 休息一休息一休息 然後再上路好好享受這12公里的路程 但無論你吃什麼喝什麼都好 記得自己垃圾自己帶走 做一個有品的行山客 大城石間是一條非常好玩的路線 除非你說非常大水日子 如果不是由石橋去到南方土肥路的位置 基本上不濕腳都可以上到頂 沿著山間一直向前走 如果你不想濕腳 但又覺得前面條路是攀爬不到過去的話 其實即是告訴你 有些路你是看不通 但不要緊 無論你是看不通前路又好 或者是你覺得前面石太大 你爬不到過去也好 其實這個大城石間兩邊 都有很多山徑 可以讓你避過這些大石位置 但這些小山徑在地圖上 未必會顯示出來 走的時候 盡量留意一下有沒有絲帶 以及最緊要戴上手套 而今天我和BT的玩法 會盡量走山間上去 避免走旁邊的山徑小路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如果覺得路況是處理得到的話 來到現場的時間 只需要小心點 看清楚的路況 應該可以避免大部分的山徑小路 兩邊都有路 我們選擇了右手邊 喜歡游山換水的朋友 我相信都會聽過九大石鑑這個稱號 甚至乎會聽過九大石鑑都有新狗之分 上網看看資料 原來舊九大石鑑的專稱 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已經出現 而去到八十年代尾 有位叫做麒麟風先生 出了一本書叫做 《暢人香港九大石鑑》 再重新修訂那些九條的石鑑 我幫你選擇 走到外面 開陽一點 但無論新版也好 舊版也好 這個大城石鑑都是名列榜首 而新舊版本當中 只有三條石鑑是重疊的 一條就是大城石鑑 而另外兩條就是雙綠石鑑和黃龍石鑑 坦白說 新舊兩個版本加上十五條石鑑 我就未一一走過了 也不知道排名有沒有分先後 但兩個版本都將大城石鑑放在第一圍 一定有個人之處 好 B 選擇A餐 我選擇B餐 不想那些樹的蚊頭蚊頸 還有樹用的葉 蜘蛛網 好 踏石過去 一般我們說的大城石鑑 都是會以城門水塘臨路的石鑑 開始計起 去到肥老麥的位置做終結 而肥老麥對上主要分為兩條支流 一條叫大城北坑 一條叫西南坑 大城北坑和西南坑我就未去過了 聽說是以玩烹爬石鑑為主 據說風景亦比不上龍泉谷至肥老麥這一段 所以我走這麼多次的大城石鑑 每一次都是城門水塘開工 去到肥老麥就下班了 個人而言 行山鑑都喜歡比較行一些 比較開陽一些的路段 如果兩邊秘密林罩著山鑑 個人覺得比較陰森 個人覺得比較陰森 只得一口水 已經被BT泡泥了 都好笑 只會有石鑑 見到海嬸 如果你覺得這條大城石鑑好美 想來逛逛看 但是又覺得自己無能力 能夠處理到2公里這麼長距離 的石鑑路段的話 其實可以給大家一個帶領 提示 大家可以選擇 在城門林徑 逛到這個龍泉谷才進去 來到龍泉谷 低一點位置 看到有些人在这里摘一下这个醒床 煮咖啡在这儿享受 鸟乳花香 享受 来到农泉谷 时间是3点20分 未到 其实我们可以走外围上来的 由水塘边上来就会开心点 叫做大城石间段都行足全正 很佩服的人 花很多时间去修级 我们就搬井石 当运动一种 这个人我又觉得过分了点 就是画到周围都是 不是周围都画的 是的 听到很多人留言 很多地方都有画的 我现在看到有 刚刚上车去施尾石 又看到有 有些 网友留言说 在这个团门那边又看到有 有些朋友在日记录 会享受 又看到朋友在日记录 会享受 右边 我和哈叔上次走 就走多些里面 但其实你看通些 外面都很多路可以走到 走外面就 快点去到目的地 是 爬一下 没那么多 左手左脚的东西 有些是 像石河 像石河 对 那段石河走完之后,这些真的已经... 不是,在这一路上有很多石河,其实真的要练 不是,在这些大舟,距离没有那么远 但上次PTL那些是小小的,走得很辛苦,很烟满 不是,有些是很大舟的,小村那些石河 那些石河,在这几年,有些是很大舟,会死亡 总之,我去玩的那些,冰川之后那段石河是走得很烟满,很辛苦 它不像这些大舟,小小小小小小小,你又要研判一下它会不会移动 所有路上没有保证,是呀,每一步都要... 小小小心心的那样,继续右手扁 在龙泉谷起步,虽然走少了700米左右的距离的山间路段 但其实最美的路段,在龙泉谷打厚到肥老蜜 所以其实损失都不是太多的 那一句,出发之前最重要做出准备功夫量力二位 山间的路段和行山前有分别,两公里的距离其实都蛮吃力的 如果没有什么行山间经验的朋友想玩这个大城石间 我会建议他们将由大城石间分两次玩 以这个龙泉谷作一个终结点 好了,这次选择里面的时间 我又是照旧选择外面 第一次走的话,我会建议大家由这个城门水堂 走到龙泉谷作一个终结 大概走700米左右的山眼距离 再走到其他的城门临径 作为这个大城石间的初体验 如果走过觉得OK的话 第二次就在龙泉谷再出发,想到肥老蜜 又来到哈叔很喜欢的这棵薯筋楼梯 现在是在水位置 跌20人都OK 注意钵薯筋楼梯 这边是油的 再上来吃食材 刚才滑到慢 好,我們來到小鳥石 這個小鳥石被人在淫屍作對 有日子見行小鳥 好,下面開心點 這塊小鳥石可以說得上是大城石間的標誌性大石 但看回很多文獻,有些叫做大鳥石 大還是小就視乎你怎麼看這個大石 而當你看到這塊小鳥石出現的時候 就是為大家知道,最美的風景將會在大家眼前出現 在這塊小鳥石的前後有幾個好美的潭位 那些行山前輩給了幾個好美的名字 分別叫做杜鵑潭、牡丹潭、楓葉潭和吊鐘潭 走到這幾個這麼美的潭位 記得停下來休息一下欣賞一下這麼美的景色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是,行山間一定要注意天氣 我們行間之前的一個星期 其實天氣都很好,沒有什麼雨水 所以地面是很乾爽,而且也不會是很大水的情況 在這樣的天氣情況之下,這條路就會很好走 但坦白說,相對宜然就沒有了很澎湃的水流瀑布的感覺 而大雨過後,整條瀑布山間一定會漂亮很多 但相對宜然就會危險很多 所以出發之前,大家都考慮清楚 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處理得到才好去 對,左邊的山路,右面側側側側走出面 對,石後面 石後面 我們又避過一條山路 又跨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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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想通過這間駕駛 他們放棄了不走山路 走山駕駛這邊 沒有駕駛嗎? 不行就不駕駛 我走下面 我們剛才從這個位置上來 純粹上不濕腳 如果濕腳就連沒有難度 我們選擇左邊 不用擔心 来到风热潭了 水是相当清的 今天风热潭的水非常清 但我们没有打算下水 因为要5点半前去到肥老麦 来到这个位置,先休息一会 好,现在离开这间路 走山路上 走山路上 对 旁边有点窄窄 沿着这条石垫的位置 我们就不正确了 不想浮沫 现在沿着右手边的山路 逛上山 再放到下面 好,现在穿出来了 看一看位置 让大家看看 在间的上面 DT在下面 身处这个位置 距离南蓬土的位置 大概300多米 到这边 到这里 一旦 我在旁邊,你那邊 你那邊 上那個位置 你現在走得挺急的 好了,來到某某位置 好,時間上早 下去完礦駕 走回大埔 這裏下回大埔 當去到這個 碗窯 應該是5公里左右 不用了 現在才是4點半 非常棒 這條村應該很大條 是的 這位很厲害 轉到這個位置 一轉左就是圓礦駕 這位牌寫了1.7公里 應該也不太長的距離 大概5點半 到達圓礦駕 現在離開圓礦駕 下去這個 碗窯 到達圓礦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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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3公里 到達圓礦駕 大概4.5公里 距離 這條大埔 上山的主要路線 在很多條片都出現過 所以都不花太多的蝙蝠 介紹這條路段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點 這條路的路況 可以看左上角這條片 難又拍下 易又拍下 大城駕駕表面上好像很難 但其實如果有一定的 行山驚的朋友 只要小心走 應該也有能力處理得到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條路線的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